我們剛才提到的一個概念叫做Cyberpunk 在維基百科裡面都有這個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譯 因為兩個字都是比較難的中文 在廣東話的處理都比較難 但我們肯定的是Cyberpunk不是離我們太遠 其實在香港就是 香港剛才幾圖已經提及過 就是在2020年 即是Rudy Scott他們去拍攝的時候 是以香港作為一個藍本的 他這個說法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洛杉磯 因為他的設定在洛杉磯 洛杉磯在2019年的時候 就等於一個處於不太開心的 環境熱烏得很厲害 不太開心日子的香港 即是一個實際上的香港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說Cyberpunk 我們去其他地方去找 其實香港已經是 香港很早的時候已經被人說 它是一個超科幻的一個城市 現在我當時在口頭那裡聽過 譬如大約黑羊先生 或者是宮崎駿先生 他來到香港 他發現亞洲最神奇的地方就是香港 為什麼呢 不用這麼複雜的地方就是古今合璧 裡面你看到最古老的東西 以及最新的科技 你都可以在香港看到 日本呢 日本呢 他看他怎樣去進步 他沒有一種叫做科幻成的那種世界 而是香港就舉例了出來 我一直跟他問 怎樣為香港 他就解釋得很清楚 他說亞利利史國 他那時候就拿到香港的形態 來放進一個叫做未來的羅散 他說一個叫做 他最主要的概念 他說不是就這樣叫做 是一種純粹幻想 他說香港就已經 其實是在那個時期 由七十年代開始 已經覺得香港的那個發展 是超向一個叫做國際城 一個未來城市 即是地球村的一個城市 最早體驗的一個 一個都市的環境 他拿這個概念 就放了去那個 Blade Runner那裡 然後用了當時 在七十年代 看到的香港的發展 是套入了這個羅散 然後就想像 未來的一個國際城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去想像 所謂人類未來的科技發展 或者是怎樣 我們就不要想這個5.0社會 因為已經不會是 5.0社會不夠厲害的 是不會那麼好的 是一個什麼社會呢 貧富懸殊 是 充滿病毒 是 有些很高科技 但也有很多舊的東西 是同時存在的 還有日本 東京怎麼都做不到的 香港做到的 就是 所有建築 所有道路 冤回曲折 為什麼呢 因為 很多貧富懸殊 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 其實九龍城寨 我們現在沒有了 九龍城寨 還有整個香港城 整個世界在研究 人種變成一個都市的那種生態 裡面有 剛才台長說的幾個關節 貧富懸殊 八族會集 不同的 難道他找到 你也可以找到他自己 一個叫做 自己可以形成一個小區的空間 日本也有他自己的空間 在香港的出現 南亞那些人也有 所以變成了一個很立體 很複雜 不是一語道破 說完的一個城市 所以香港最特別是 現在還保留到這個形態 另外一個Sahapunk的特色是 地下社會 一個是在法治 和正常的主流社會以下的 另外一種文化 而且這種文化是 比這個主流文化更加具吸引力 是的 所以我們經常就容易譯 就是Cyber那個部分 但是Cyber加上一個噴 就麻煩了 所以都沒有一個很漂亮的認名出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的 那你從今次這個 武漢肺炎 你就會看到這個 未來社會的真正本質就是什麼 就是不像我們想像中的 就是 每件事就是大家覺得很舒服 然後每件事都不用做 全都給了機械人 其實在中國也在推銷這個概念 是的 譬如5G已經是 實際上5G也是等於5.0社會 是的 5.0社會 只要是日本推銷這套東西 中國正在推銷5G這個概念 是的 相近的 那5G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 你將來也不用開車了 你的道路全部由5G控制了 文書就在深圳 他們的LAP已經在做這件事 希望將來找一個城市去試這件事 是的 那這個城市一定是人造的 它不可以像香港那樣的 但是會不會撞車 會不會成功呢 這個我就不會覺得 那麼容易做到 一個新城 因為地大脈搏 一個新城市 來重新建立 就好過一個叫做 舊城改造 它裡面 現在它那個5G的世界 即是和這個5.0社會裡面 它都有關鍵就是 那個空間 它現在不斷在這裡 將它科技化 執行的時候 最主要就是靠一個配合 一些叫做儀器的配合 當你手中 可能就最簡單的一部手機 那你就已經可以配合 和城市的相關關係 所以剛才我們說的5.0 它已經有少許落後 就是 那不是用電腦做的 那是用手機做的 是 對 而且我覺得它還有一個關鍵 其實香港做那個 現在也有一種這樣的發展 去做出來 願望阻撓的話 是的 但是你會看到這個5.0的那個世界 在日本 或者我想其他很多地方 都會造成了一種1984的情況出來 就是你手中有機 你就可以很容易配合 若果你沒有機 或者你沒有條件 擁有這部機的時候 你在這個城市 你不能夠生存下去 是的 但是你說遺漏了另一個情況 就是當一部手機打了 又怎樣搞 那就全世界不行了 你就立刻無端端 你說壞了 不是的 我就要檢查一下 有什麼問題 舉個例子 例如你在支付寶裡面 那會有10期 一個晚上 就是我亂說而已 但有一天告訴你 這些東西是不能用的 或者不見了 你是跟著投訴無門的 你不會找到一個人 再給你一個答案 他說對不起 在機器上檢查到 你是沒有了那筆錢 是的 但不是的 我本身有那筆錢 不好意思 是在機器上檢查到 你是沒有了那筆錢 而且回答你那個人 不是人 那是機械人 是的 當你弄了那筆錢 就像電影 也有說的 拔銷那部電影 你去哪個部門 拿團的方式申請 它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只要你證明你是我們居民的話 你會發覺 他說你證明你居民的時候 你證明你有支付寶這個戶口 你會發覺去到那一刻 那時候就是無定向 索心病急 你去炸掉 所以這樣就說 有可能炸掉了 這個東京的運會 那個會場 是 這個是說什麼 這些不是就這樣說笑 但是你們沙巴噴的世界 就是在說這件事 其實沙巴噴是要加上卡夫卡的 所以一定會有那些監察社會 或者那種叫做 有好也都有壞 這件事同時出現 但是壞的感覺是比好好的感覺 還有它最慘的是 它的壞有時候會是悲觀的 以前的壞你可以從頭來過 有時候有一種壞 是一種絕望式的壞 絕望式的壞 這就越來越強烈 另外沙巴噴的主題是什麼 也很適合我們現在眼前所見到的 有權的人和沒有權的人之間的衝突 那有權的人是什麼呢 有權的人掌握了所有的資訊 你每一步 你用那些什麼錢 你銀行會有多少現金 即是多少存款 他們全部都知道了 沒有權的人是什麼呢 就是你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它那個最矛盾的就是 那個權 就不是你那個叫做 你本身有權 你就有權 它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全部科技化的時候 有人如果掌握到那個 控制的技術 那個權是去了它那裡 那個分分鐘是一個困仔 一個很天才的一個科學家 或者一個黑客 他都可以控制出來 其實不止的 沙巴噴到最後 最悲觀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權力的頂峰 其實不是人 是 是那個制度和科技和機器 他沙巴噴的初期的電影 都最正的就是 那個也是 其劉里維斯做的 那裡叫什麼 Johnny Nimoni 是的 Johnny Nimoni 他講 其實未來的人 有時候 你是什麼都沒有什麼作為 你最大的作為是什麼 你是一個機體 你是一個訊息 就是將一些很重要的訊息 放進你的腦袋 你走到那裡 弄完之後 就是你是信差 就是拿回那個裡面的那個記憶體 不是你自己的記憶 只不過你是一個叫做傳遞員 你的作用 一個人的作用 只不過是一個叫做 是記體的複在員 那個就是一種裡面 一種叫做人的絕望悲劇 就是說人性 到了最後 你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這個是沙巴噴裡面 最關鍵 或者是一個節理化的一個 裡面一個主要的一個 講的一個元素 是的 譬如阿基拉 他這個 對這個 未來社會的 看法就是什麼呢 其實最嚴重的是 那些年輕人 是的 他說現在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很多少年 你會發覺 他將會喪失到自己的 叫做自主的權力 而裡面最困的那個 叫做阿劍熊 鐵熊 鐵熊 是鐵熊 他最出事的就是金田 金田方面 因為他變成了一個實驗品 但是他有慾望 當他擁有了超能力的時候 他就想去反變 變成一個半變的人的時候 他在裡面就想用他自己的那種力量 改變這個世界 而最悲劇的那個 就是最有能力的那個 那個就叫阿基拉 他自小的時候 就已經被人看到他有一種能力 而那種能力就很快 就馬上被人拿去做一個實驗 最後他的能力最大 就是他變成了一個世界的意識 但是他的身體已經不復存在 所以這個是最矛盾的地方 譬如日本很喜歡機械人 我想他從第五十年代開始 大概到最後 這個骨架 這個金屬骨架其實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一個無形的意識 我覺得他最主要 好像我第一節說 阿基拉他裡面所說的那裡 那麼吸引 他其中這一段 就是講這群孤兒幫裡面的世界 有很多認同很多年輕人 去到某一個階段 他自己很認同自己 都是有一種叫做 我孤立了在這個世界那裡 為什麼呢 我在這個世界成長那裡 我沒有那麼多參試的呢 參試就是因為那個階級的問題 令到我自己沒有我原本應有的東西出來 而且他發覺原來整個世界 有一種叫做我們傳說的山中老人的一種 你只不過他裡面是培訓出來的工具 做一個殺手 你做到那件事情就可以了 那最後一個疑問就是 其實戴友克陽是否預言了 今天發生的事件呢 那是比較難的就是 他講到2020年 東京奧運會 特別是世衛那個 那個就是 基本上是 如果你20年前告訴我 他預言到今天的事情 大家覺得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如果在這個創作來說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有這種靈感 就是會到你 所以大家就不要期待 這個實際上不是說戴友克陽 是一個預言家來的 而他今次今晚 他也不會說他真的預言得到 他一定說這個純粹是一個想像的結果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 就是對現代社會的趨向敏感的人 就算今天 如果大家去寫一個 就是去做一個編劇 如果被你謙虛的話 其實都會有不少人 會預測到30年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是啊 他這個叫做white stuff 他是那個概念先鋒者 尤其是電影編劇 都是說 我們有三樣東西給你選擇 你是活動者 即是行者 還是一個工作者 工作者 或者一個演員 這些先鋒裡面 其實三樣都有的 既是一個演員 所以他有很多東西 你會覺得他天馬行空 但是他也是一個演員 他了解我在這個時刻 我可以 這個演員 可以說到這些事情 我可以做到出來的 一個工作者 但是他本身是一個行者 一個活動者 這個行者 就是他有一個理想 或者有一個很尖端的眼 想將他預見到的未來 然後他就語重心腸 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一個作家的重點 所以大家看 就不是很只是說 他預測到 例如香港有些示威者 他拿著那個交通路牌 即交通的標誌去做討論 或者他預言到這個20年 而是他看到一個大趨勢 是他哥哥姐姐的經驗 阿基拉其實是基於 那個六百年學運的失敗 是的 而他將那件事 就搬到一個未來世界 就用它 如果這個近未來 有再出現這種情況之後 街邊有些什麼事情 立刻可以做 那些就變成香港出來 這個就是人之常情 你懂得這樣 用一個這樣的維度來思考 你就可以想到這個 將會發生 是有這種事情出來的 是的 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真正的創作 所以呢 創意就在這裏 如果你想預測未來的話 就不是看這些文字寫的書籍 你有空去看電影 看漫畫 你就反而會知道更多 而且這些電影的漫畫 你們不要以為他們是那些 或者小說 是的 它關鍵是他們累積了這種體驗 由那個之前的 例如Futurism 未來主義 意大利的那個 未來主義的那個起源 如果你獨讀 用一個美學角度 你看Futurism 不要用政治角度 因為政治角度 現在會被人 但Futurism 他帶出來和那個時期 德國的Bachau 那些造型藝術 那些東西 是有那裡 是起了一個根底 又是大有黑羊 或者很多其他 你看得很厲害的那些 都是基於這些東西 來看一個未來世界 做出來的 而那個未來世界 但以前的未來世界 就是等於 將來會出現的 那時候 不是那麼具體 說出來 剛才台長說的 就更加具體 Cyberpunk Futurism 裡面的世界 就是Cyberpunk的世界 所以現在去總結 譬如Cyberpunk 這個社會現象 當然是說 在70年代末期 是西方的 主要是美國的一班作家 但是差不多 那幾年之後 日本的Cyberpunk 已經是 接收了 已經出現了 而且可能他們 獨立發展出來 他最大的能力 就像印度一樣 就是很多時候 將它國有化 而第一個 Cyberpunk的作品 就是 阿基勒 所以大家 如果重新看看 今天 無論是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 他發展的趨勢 其實當年 已經差不多 是預測到出來的 是的 所以大家 跟這個 加上我們上次 《神秘之夜》 說的那個 語言 其實有一個系統 有一個系統 可以掌握到的 現在我們 只要 你去 認識那個系統 你都可以 知道未來的趨勢 就可以建立到 這些世界 是的 但是結論 跟上次一樣 就是你知道了之後 你無法改變 因為改變的時候 就是看你的能力 是的 也不是一定改變不了的 是的 那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又拍照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